材料清单,五花肉四百克,青红椒一个,带皮一个,豆翅一匙,葱三根,将三片,蒜四吧,料油一匙,生抽一匙,植物油一匙,香油一小匙,鸡精,少许,白胡椒粉少许,一,准备索区材料,二,五花肉洗净后切成薄片,三,加生抽,少许植物油,白胡椒粉半月盐十五分钟,四,青红椒洗净后, 去地鸡成条,五,炒锅里倒少许植物油,油温期盛热时,放入姜,三大香,六,放入五花肉,七,反复煸炒至出油,并且肉变金黄色后,盛出五花肉备用,八,原锅留底油,放入葱花炒香,再放入青红椒白炒一会,再加豆翅,白炒至入味,九,倒入煸炒好的五花肉,加生抽,少许醋大火,快速白炒两分钟, 最后加少许鸡精调味,再淋少许香油即可,小贴士回归小贴士,如果担心刀工不好,五花肉会切得太厚的话,可以放冰箱里冷冻衣柜再切,生抽和豆豉都有盐,所以不需要再加盐了,吃辣炒可以用辣的青红椒来带气,也可以再加点落椒,风味更浓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